DNC2013 ICT P1A MC第七题 这一题只有32%考生答对 这题目就给了两个Spreadsheet WA1和WA2 组组一些学生的Test Result 测验分数 我们见到WA1有学生的名字 中文英文数学的分数 中间这些就省略了 最后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平均分 这里应该有240-1 即239个学生的记录 因为第一个Row 是一个Field Name 而WA2就简单一点 类似一个Summary 有学生的名字和他们的平均分 而题目就讲WA2 这里的学生的Average 例如B2、B3的分数 它用了VLOOKUP的功能去找出来 例如Amy的平均分是72.0 用VLOOKUP 即是本身B2是没有72分 它是用VLOOKUP功能 在WA1找出来的 我订回Amy 真是的 最后一个Column 平均分是72.0 所以这里用VLOOKUP功能 就会Refer Reference to WA1 有一个Sale Range的范围 去找学生的平均分 现在就询问 Sale Range应该是什么 还要留意 这里的Average VLOOKUP 这个功能是要Copy去B3 虽然SOI的名字 在WA1没有展示出来 但这里基本上是向下抄 这个Sale Address向下抄 如果我们纯粹用Relative Sale Addressing 有机会出事 所以在某些Sale位置 我们一定要落Dollar Sign 去Refer Absolute Sale Addressing 让我们向下抄的时候 不会移动Sale Range 到这里我们先找Sale Range的范围 然后再看哪些地方 要落Dollar Sign 例如Amy72.0 我们找Data的范围 应该由A2到K240 应该由A2到K240 第一个Raw就不算了 因为它Full Name 我们写A2到K240 就是我们想找的Sale Range 接着我们要考虑 公式是需要向下Copy 向下抄 向下抄的时候 这样Excel或Spreadsheet 那些Sale的数字 就会转的了 如果我们不落Dollar Sign A2会变A3 K240 会变K241 所以我们为了确保 这些数字不会转 我们在22前面加Dollar Sign 2240前面加Dollar Sign Lock住它 Dollar Sign也可以当是Lock了 它样子有点像的 就是锁住它 它就不会动 这里都有一个口缺 如果我们上下抄的时候 上下Copy 就要Lock那个数字 确保数字 确保数字不会动 如果我们左右抄 左右Copy 那我就要Lock个字母 Lock个A字 Lock个B字 因为左右抄的 就会动字母 这个就是我们的Sale Range 但留意它是under WA1这个Worksheet 所以我们前面 要交回WA1感探号 所以这个整件东西 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D4. 我们顺便提 既然写了一个Sale Range 在B2 VLockup的Formula 整条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回它 就等于VLockup Bracket 跟着就是Amy 这个学生名的Sale Address 就是A2 这里不用锁的 因为我们要向下抄 所以就写回A2 就行了 跟着就是 这个Worksheet的名称 WA1 跟着A$2 母号 K$240 但这里可能会问 为什么A2 又不用写回WA2Worksheet的名字 在前面 这个原因就是简便 简单点 因为本身的Formula 就在WA2里面 你不写就暗示 这个A2 就在WA2里面的Sale 最后这个VLockup 还要数回 要Lockup第几个Column的Data 就是这个黄色范围 就是A2到K240 第几个Column 记住Average分数 我们要数回A数到K K刚刚是第11个的 整个公式是这样 虽然没有他们写全部 但这里我们找出来